歡迎收看理財選擇題 我是阿哲 今年以來 隨著全球的金融環境 進入了升息循環過後 導致了國際股市 都出現了大幅度的回檔 但這也正好為存股主要創造了一個 相對值得進行存股的好時機 同時由於升息趨勢 正在循序漸進 這也直接使得投資人對於高股息 高時率的概念 可以說是越發動勢 所以在這樣的時間點 永鋒投信也發錢了 台灣首黨的高股息雙元配ETF 那麼這樣ETF 會是一檔很好的存股標的嗎? 而這檔ETF 會不會比0056以及00878來得更好呢? 今天就讓我們用幾分鐘的時間 來頒各位好好介紹 近年來 投資ETF的風氣可以說是越發盛行 再加上存股觀念的逐漸普及化過後 有越來越多的投資人 選擇具有高值利率的ETF 來當成是自己一個長線的資金部位 並且由於今年全球股在世的同步崩跌過後 有很多過去因為資產價格太貴 而買不下去的投資人 分分選擇在一個時間點 要來進行長線的存股部位的佈局 可是在標的選擇上面 投資人就會遇到一些問題 所以我也發現到真的有很多人 跑來在我的影片下方問我一些存股標的 包括像是這位投資人 就在我之前的節目當中 詢問我00907這檔ETF 適不適合即將退休的投資人進行存股 今天這一節目 我們就來好好審視一下這檔ETF 那麼在此之前也提醒一下各位投資人 如果有想要了解的ETF 記得多在我影片下方留言詢問 我才能夠盡可能為各位解答你們心目中的疑問 好啦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下這檔ETF的基本資料吧 00907全名叫做 永豐台灣優選入息存股ETF基金 最終的標的指數 是特選台灣優選入息存股指數 經理費以及保管費 則是0.45%以及0.04% 不過隨著這檔ETF的規模逐漸擴大過後 經理費跟保管費有可能會越來越便宜 當然目前這檔ETF的規模還停留在9億左右 所以這部分也值得投資人進行後續的觀察 而這檔ETF最受到市場關注的地方 就在於它是採用雙月配的配息方式 這能夠有效的幫助各位省掉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因為我們都知道只要單筆領到的股息超過2萬元 就會被客氣2.11個百分點的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不過相對的雙月配對於投資金額較小的投資人 可能反而會造成一些問題 因為我們在領股息的時候都會要扣手續費以及扣匯費 所以如果你每次領到股息只有一點點 每年需要付這六次的手續費 這當然就不是很划算囉 再來值得留意的地方就在於這檔ETF的風險等級 是落在RR5這個區間 也就是風險等級最高的區間喔 所以說這檔ETF雖然可能 可以為各位帶來相對亮眼的殖利率表現 但是相對的各位也必須承擔更大的波動以及風險喔 這也讓我相當好奇 明明都是標榜高股息高殖利率的ETF 為什麼0056以及00878的風險等級 卻是落在RR4而已呢 難道說是因為00907的選股邏輯出了什麼問題嗎 所以說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下這檔ETF的選股邏輯吧 首先我們一樣先從彩量母體來進行觀察 我們可以發現這檔ETF是從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普通股票當中 剔除第一上市公司股票以及台灣證券交易所 產業分類中電子公約八大類股票 也就是說只要是電子股就沒有辦法被納入成分股喔 我個人認為這樣的限制 反而不利於這檔ETF達到更加量的現金實力率喔 這部分我們就留到後面再來為各位進行介紹 我們先繼續往下看喔 這檔ETF跟大多數的ETF一樣 都會先經過流動性的檢驗 只要是最近三個月日平均成交金額 達到新台幣1000萬元以上 又或者是最近12個月當中 至少有8個月自由流通周轉率達到3個百分點的股票 都有機會被納入成分股 再來這樣 ETF就會將這些經過流通性檢驗的股票 進行市值的排名 並且只取前250大的標的 接著再利用ESG指標 股力發放指標以及公司獲利指標 來進行成分股的篩選 最後則是再一次利用自由流通市值來進行遞減排序過後 選出市值前30高的標的來當成成分股 至於成分股的權重分配 則是利用股力率來進行加權 換句話說 殖利率越高的股票 在這檔ETF當中就會占到越高的權重 並且這檔ETF也針對持股權重 設下了10個百分點的上限 我想這也有助於這檔ETF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 這邊我也先針對這檔ETF的選股邏輯 幫各位做一個總結 我個人認為這檔ETF其實就是試圖去找出一些相對穩健的存股標的而已 我們從它的股力發放指標以及公司獲利指標就能夠明顯地看出 這檔ETF其實完完全全就是透過過去的數據來進行成分股的篩選 相對來說 0056雖然也是利用過去的數據 也就是今年的獲利數字來去預測明年成分股的現金值得率 但是這至少能確保未來0056的配型能力不會太差 而00907這檔ETF同時又加入ESG的概念在裡面 聽到這裡我想各位應該都能夠直接聯想到00878的選股邏輯吧 00907的選股邏輯幾乎跟00878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倒是以過去的殖利率以及ESG來進行成分股的篩選 只不過最大的不同就在於00907特別排出掉的電子股的部分 我認為這也是00907最大的敗筆 那麼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我想這部分我們直接來觀察一下0056以及00878的一個成分股 來進行說明會比較好來理解 我們可以發現到0056以及00878的成分股當中 有許多都是重複的標的 包括像是廣達、光寶科、華碩、人寶、微星、聯牆以及音業達等等 其實清一色都是電腦代工相關的標的 並且電腦代工族群一直以來都是高股息ETF當中的代表性標的 因為電腦代工族群差年以來都能夠穩健的持續成長 除了之外這些標的幾乎每年都有著亮眼的現金值率表現 我想這些標的其實也是不少存股族有在投資的存股標的 如果我們就這樣打ETF的持股權重分布圖來看 其實就可以更加明顯地看出在高股息ETF當中 佔比相對高相對重要的族群就是電腦代工族群了 0056光是在這個族群當中就分配了36.9%的資金 而00878也有27.7%的持股權重是分配在這個族群 所以說00907缺乏了這個族群的成分股 我認為對於00907未來的殖利率表現來說可能會有負面的影響 除此之外如果我們就00907的成分股來進行討論 我們可以發現到光是00907目前的前10大成分股當中 只有六檔的標的是金融類股的標的 包含了像是元大金、開發金、國泰金、富邦金、勇峰金以及第一金 我想大部分都是今年獲利數字開始出現大幅衰退的金融股 除了可能受到防疫保單禁止堅存的壓力以外 我想投資人也必須留意一下金融股未來一年的成長動能 因為目前全球的金融環境正處於一個不明朗的情況 一旦經濟持續出現衰退 消費者也就比較不會去跟銀行借錢進行包含像是信用擴張的消費 又或者是投資等等 這也就會直接導致一般企業的獲利數字 開始受到衰退的衝擊 那麼當這些企業賺不到那麼多的錢 自然也就不會跟銀行借錢進行包含像是擴廠 商務新元工之類的投資 最後也就會直接使得這些金融股的獲利數字開始出現下跡的風險 那一旦這些金融股賺不到那麼多錢 自然也就沒有那麼多錢可以配發給股東 而00907也有因為它的選股邏輯的關係 不能納入電子股 只好納入這麼多的金融股 光是金融類股的佔比就佔整體ETF的五成以上 我想這勢必也會影響到未來一年這檔ETF的配息狀況 並且由於這檔ETF幾乎都是投資在傳產類股 包含像是金融股啊 水泥股啊 石化產業啊 以及食品類股等等 而這類型的傳產股 他們的成長動作應該還是不比電子股來得更好 所以說這檔ETF未來能夠帶給各位的資本利得 可能也會相對少一些 各位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這樣的選股邏輯 有沒有符合你們的需求 最後我幫各位做一個總結啦 我個人認為00907雖然是一檔專門為了存股主設計的ETF 包含了像是它的選股邏輯 非常偏向相對穩健的存股標的 以及配息方式是採用雙月配等等 但是相對的這樣ETF存在的缺點其實也不少喔 包含像是它的成分股不能納入電子股這件事情 這不僅直接導致了這樣ETF缺少了一點產業的分散性 跟著會直接使得這樣ETF的獲利能力啊 配息能力以及成長動能受到非常大的打擊 所以說各位不要以為00907是一檔專門為存股設計的ETF 就用所有的資金配置在這檔ETF上面 而是應該將這檔ETF當成自己資產配置的一小部分而已 好比說啦各位如果配置了太多的資金 在於科技股上面 各位就可以去買一下00907 來降低自己整體科技股部位的一些曝顯 所以最後我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喔 不要以為這檔ETF是標榜高配息以及雙月配喔 就一定都會配息喔 我特別幫各位觀察了一下這檔ETF的收益分配規則 我們直接看第三項的部分 經理公司得一收益情況啊 決定應分配之收益金額 本基金收益全單位可分配收益 與經理公司決定收益分配金額過後 若有未分配收益 得累積並入下次可分配收益 講成白話的文啊 就是這樣ETF每次要配發多少現金股息啊 都是投信公司決定的 配不配息也是投信公司決定的 如果不配息的狀況 則會累積到下次配息的時候再配給你 我想這部分也是投資人必須去留意的地方喔 以上就提供各位來做參考 各位如果對本集節目內容有任何的問題啊 或是對我的看法或想法有任何的意見 也歡迎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都會親自來做回覆 喜歡我的影片呢也歡迎幫我們的頻道訂閱 按讚以及開小鈴鐺喔 我們就下集再見 請多活喔 我們按讚 然後按讚 我們按讚 如果按讚 我們按讚 我們按讚 按讚